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宜兰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为了营造地景新风貌 新政府今天特别在宜兰大学办理城乡地景经营国际研讨会 邀请了台湾、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家的景观学者来进行专题演讲 通过今天分享引进新思维来建立地景营造的新宜兰经验 为了建立地景营造的新宜兰经验 新政府今天特别邀请了台湾、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家的教授来办理国际研讨会 希望找出适合宜兰的地景营造策略 能看见大家把你们心里面的想法 把你们心里面或者实资操作很好的经验 跟我们的顾问群做一个交流 那希望这是整个县政在走的时候 今天是当中的一场论证 是一个阶段的一个点 我们希望未来有许多的这样的事情 能够让这个土地让这里的县政团队 让这里的风景 让这边的景观能够越来越好 也持续保持我们的优点 县长林聪贤表示 宜兰很早就开始注重公共美学 因此县内的公共建筑物以及校园 不但盖得很漂亮 而且还跟环境相当协调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论坛来引入新思维 将宜兰打造成为新的桃花源 我们现在公有的建筑 宜兰很早我们就注重公共美学 这个美学的概念不是只有美 而是跟环境的协调 透过这样的论坛 或者是将来我们各个过程的实践过程里面 我们能够形成更多的对话 尤其是在场我有看到好多建筑 建筑师或者是景观的专家 很多的这种 这个各位在设计当中很多的与会 会希望将来能够跟我们宜兰的风土 或者我刚刚提到的宜兰的风格 能够有一些更好的对话 那更好的协调 让宜兰真正成为 我们过去一直坚持 希望成为台湾别有天的新天地 或者是我们心目中 每一个人的桃花源 县政府希望透过研讨会 寻求一种动态的地景经营策略 让宜兰的地景保有原油的风貌 不会随着时间 以及社会经济的变迁而有所改变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 采访报导